最近自博烧烤热度持续升温 微博热搜刷不停 绝对是火出圈了 这部自博文旅局长纷纷化身 文旅推介官登上烧烤专列 向各地游客推荐自博的文旅资源 一起来看看 最近的微博热搜都被自博烧烤罢评了 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自博烧烤的火热盛况 央视也为自博烧烤点赞 自博烧烤在网络上火爆出圈 省内各地许多大学生和游客 利用周末时间乘着高铁到自博 体验自博烧烤的魅力 为此国铁济南局开行首列济南到自博 烧烤油周末专线列车 满足更多游客周末往返自博需求 这也是山东首次增开美食专线列车 上周末在这趟烧烤专列上 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自博市的文旅局长们 带领自博33家热门景区负责人 化身文旅推介官 分别在七届车厢与乘客展开互动 广泛推介自博美食美景 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 以文旅推介官的成份 和大家相聚的收口咖喱 自博是七国故族 世界追求企业地 豪流名城 辽宅故里的工业名城 全域公园城市 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 这一些不同的名片 构成了自博这个城市的 灵魂恩建讨 希望大家能来到自博 爱上自博 也能留在自博 乘客们纷纷在网上晒出 文旅专列的各种礼物 有网友评论 感觉不去都对不起这份热情 近期我们借助自博烧烤的热度 积极树立高音区的文旅品牌 在人流量大的地方 比如火车站 室内景区等 通过展板展示 发放宣传册 搭乘烧烤专列等形式 积极推荐高音区文旅资源和文旅项目 推动高音区文旅产业的发展 为了让流量真正变流量 自博围绕烧烤家 推出系列举措 开通21条烧烤专线 发放定向消费券 定制旅游产品 自博还筹备烧烤节 打通吃住行游购鱼要素环节 推出一批自博烧烤家 特色文旅主题产品 来自博旅游的大学生 还能享受半价的青年驿站 自博市各个部门 也加大了服务保障力度 让八方游客感受到 自博的满满诚意 请订阅 适合